这棵鱼树经过三个月的定型 今天拆掉铝线看看定型了没有 铝线已经陷入枝条很深 就算不定型也要拆掉 之前做了山处破杆拿弯 拆开电弓脚步 看着小枝的愈合还不错 伤口不是很明显 拆掉迁拉的铝线也没有回弹 最大的破杆处伤口还是比较明显 用来向上顶着的木棍 拆掉也没有变形 三个月时间在长势不算好的情况下 就能把铝线显得很深 弄得伤痕累累 如果养护好的话 拆除铝线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树长得快 成型也快 修剪要更轻快 不然一不小心就长过头 铝线雷出的伤口以后会慢慢的愈合 愈合后看起来会显得更长老 这棵鱼树枝条够多 给它换个盆会好看一些 因为剪掉了几条大根 我打算在室内放两天不浇水 据说这样可以提高生活率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种盆井 土一定要疏松 绿水 当时土好了 盆不绿水 也是种不好盆井的 像用这样的盆 种盆井就很容易让植物烂根 其实用了吃鱼土也没有用 盆井烂根 一般叶片都会慢慢变黄 如果发现泡水的情况 就要及时换盆了 盆井用的花盆 一般绿水口比较大 还会留有几个小孔 用铝线穿过去固定盆井 垫上滤网 加上底土就可以种树了 因为盆小 土松 根系如果不够发达 不用铝线固定树根 很难摘稳 简单固定一下 填上土 调好角度 再拧紧铝线 最后把土压实 因为之前浪根 换好盆 我会放在阴凉处 几个小时以后 再浇水 也有朋友建议第二天再浇水 之前换下来的土 可以摊开 让太阳暴晒几天 就当杀菌消毒 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